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小航女士主讲 她将通过国家图书馆的书籍和数据库资源 帮助大家了解国家图书馆的医药保健馆藏 高小航馆员的责任包括开发和推广 国家图书馆的中文参考资料 她对当代中国和新加坡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 并在中国的专业刊物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 让我们欢迎高小航馆员开始今天的讲座 谢谢大家出席 今天是第二讲 那么今天讲什么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新加坡目前当前的热点课题 首先就是到处都知道 今年是开布200周年 很多外面的讲座活动都离不开这个主题 第二个呢是应对数码时代 国家图书馆管理局 它隶属于新闻及通讯部 那么我们的部长呢 5月29日呢 他参观报业控股的时候 他要求所有行业都必须求变 以应对数码时代 那么未来的你需要怎么做呢 如果在新加坡 2017年的时候 王仁杰副总理呢 领导了一个新加坡未来经济委员会 他们呢出炉的 由各部长级组成这个委员会 他出炉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就是推动新加坡未来经济发展 有七大战略 这七大战略 其中一个就是要增加数码能力 数码时代的图书馆需要转型 我们需要推动数据阅读 数字阅读 那么大环境下 数字出版影响着图书馆的服务 从知识的生产 传播 运营和服务都展现了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 数字阅读大取式 那么技术给了我们阅读 赋予了很多新的发展空间 阅读的形态呢 也在发生变化 现在像网站呢 各种APP应用程序呢 朋友圈短视频 这些呢 给图书馆人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第三个热点呢 就是新加坡已经立法 启动立法程序 对抗假新闻 或者是假信息 那么所以今天的讲座内容 我就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走进历史 和谈一下和医药保健馆厂 有关的三个故事 第二部分我们要带领大家 走进数码时代 对抗假新闻 我要介绍两个数据库 首先呢 讲人的历史呢 就是有个寻人启示的 南来中医师 陈敬远先生 这个是去年呢 李显龙总理呢 参加会馆的一个活动 去年 他说 他这样评价早期移民 他说早期移民 在陌生的一厢建立新家园 在默默公民的同时呢 不忘照顾同乡 回馈社会 服务社会 大家有钱 出钱 有力 出力 成立会馆 信办学校 推动社群和社会的发展 因此 李总理认为 新加坡能取得 今日的非凡成就 这些无名英雄 功不可没 早期移民 那么 所以我就想起了 讲一个故事 就是 国家图书馆 提供参考咨询服务 那么你去 柜台八楼和十一楼 都有一张名片 这个名片呢 提供我们的电邮地址 那么全世界 我们每周每天 每个月 都回答很多 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提问 那么 有一个参考询问呢 是去年六月份收到的 它是中国海南市 他寻找 他寻找中医师 陈俊远先生 他说需要寻找呢 他在新加坡的史料信息 他的 他用的叫陈俊远 他年龄呢 就出生是1885年 我发现的呢 就是在我们 检索过程中呢 需要注意的 他给出了 他的名字和号 那么 我们在寻找过程中 找不到陈俊远 但是找到他的字 叫陈汉清 因为过去的知识分子呢 就是偏向于 用他的字 用他的字 而不是用他的名和号 那么他就说 他在家乡建了一个小别墅 当时这个别墅 还被谁起名叫救援别墅 还挺诗情浪漫 可见他是一个 必定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认为1939年的时候 陈先生呢 从广州的 中国的广州湾法租界呢 到新加坡来了 此后的情况 他说一无所知 就是说我们现在用 现在的词 就是说他失联了 跑到新加坡来了 这个询问呢 是通过中医师工会 和那个 新加坡中医学院图书馆 转过来的 那么呢 第一个讲座呢 去年呢 中医医药保健呢 我讲的第一讲 在第一讲的时候呢 我用了这一张PPT 我说新加坡最早的 一个中医药团体呢 组织叫新加坡中医 中医联合会 它是29年成立的 那么它的出版物呢 有1930年出版的 医药月刊 这个我放了一个缺 因为我们目前没有 那么最早的 新加坡中医中医 中医联合会 它的出版物是 1935年的一行 现在在我们三本馆上 我们有实测 那么这个最上面的 这个医药月刊呢 我找到了 它现在在福建 中医药大学 我问它 你们数码化了吗 数码化我们可以 接来还是分享一下 他们说 还没有数码化 有兴趣的可以联络 福建中医药大学 1930年出版的 他们收藏的 那么根据这个线索 我们就继续检索 新加坡中医中医联合会的 出版物 那么在这个 引起纪念特开 25年特开 我们找到了 陈汉清的消息 那么这个就是 陈汉清 他 你看看 他1885年出生 这个信息 他说他住在 小坡大马路 436号 一颗堂 小坡大马路 是不是就我们这边的 桥北路是吧 大家在座的比我熟 然后呢 他说他原籍 秦州 现年69岁 你看这个69岁 对不对 1885年加上69岁 是不是 1954年 信息大概差不多 然后呢 在另外一个新马华人医药界通讯路 1960年初的时候 这本书呢 我们找到的中英文信息 他的中文名字叫陈汉清 英文名字怎么念 然后他的地址 他当时74岁 然后他的地址 他放的 他放的436 就是小坡大马路 这比较相一致的 那么这个是书 那么今天呢 我说我一定要介绍数据库给大家 第一个数据库呢 叫newspaper SG 叫旧报网 这个旧报网呢 就是SBH我们都知道 新加坡报业控股 他将这个过去的报纸呢 数码化了 这个报纸呢 是做研究呢 通常呢 是primary source 我们叫 是从事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那么你在家 在家1831年到1989年 但是90年以后的呢 你要到图书馆 用我们的多媒体电脑 你可能是版权的问题 才可以检索 那么旧报网呢 是这样 他从1824年起呢 新加坡出版 所有的报纸 超过300种 出版了 停了 停了又出版了 各种 那么 有英文的 华文的 马来文的 在集中语院 那么这些报纸 现在在哪里 还有没有报纸 它以说为胶卷的形式 还是数码化的形式存在 在新加坡有两个地方 有这个旧报纸 一个是 国家图书馆 第二个就是 国立大学图书馆 那么 British Library 是世界第一大图书馆 它是大英图书馆 它通常说 因为我们以前是英殖民地 然后 还马来西亚也有 这些在哪里 那么数码化的 中文报纸 有哪些 乐报 南洋商报 和新洲日报星期刊 乐报是 1981年 1923年的 南洋商报 还有1929年的 那么OK 我们来到这个 网站 我说你在家都可以 去 那个检测 我看有人开始照相了 你就用谷歌 查 Newspearlsg 就可以出来了 这是一个词 直接呢 就是这底下 那个空格 你就检索 你要检了 我们就找陈汉丘 他真的找到了 他说 刚才说 他是1939年 大概 从广州湾过来 那么我们查到的 1940年 7月21日 南洋商报 星期刊 他已经set down 在新加坡了 已经定居了 那么 这个 我们叫豆腐块 是吧 岳正慧一席 陈汉青 李星 他就讲 他这个相信 很相信 怎么从香港过来的 然后在哪行医 他在中国广州 很有名 名医 然后最后一句 这个不大清楚 可能要放大镜看 文最近已来了 于小坡 一鹤堂应诊 这个就是报纸找到的 然后呢 过去的商人 刚像李显 能用总理讲的 他们是无名英雄 他们行医 南来医师行医 南来作家写作 南来教师 从南洋 从中国下南洋 他们从事的各种行业 他们呢 也回馈社会 做善事 那么 琼乔玉英小学呢 这个是海南人办的学校 大家比我还清楚 对不对 那么他 这一帮文章呢 就是说他捐款三元 然后呢 乔团动态 他是中医中药联合会的 第二三届职员 他是一五股的 然后呢 到了1959年 他是中医中药联合会 第二十五届的职员 都有他的名字 陈汉清 那么刚才我说 书有很多 我们找了两本 那么 从旧报网 我们找了六条消息 所以就像总理说的 这些无名的英雄 他们行医 出钱 回馈社会 所以我今天要讲 开部200周年 讲了一个无名英雄的一个小故事 那么许许多多的人 从中国来来 下南洋 来参加新加坡的建设 但是呢 也有一个人呢 逆流而上 从南洋 北上 哈尔滨 拯救了一个城市 他就是 我讲的第二个故事 南洋华人 吴连德 他是中国现代医学的 奠基人之一 剑桥大学 第一位华人 医学博士 他靠 诺贝尔奖 是最近的一个 大家没得到了 所谓华人 候选人 他的名字 曾经一度 都没人知道 在座的可能今天 可能也不大清楚 他祖籍是广东坛三 他17岁的时候 考获英女皇奖学金 他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历史上 被誉为海峡三杰之一 这三个人 海峡三杰 是林文庆 宋旺香 和武连德 这三个人 这个图片 大家可能都很经常见过 中间的那个就是武连德 右边的是林文庆 左边的是宋旺香 他们三个人在新加坡 全部都是获得 英女皇奖学金 尤其这个林文庆 是第一批获得的 这个英女皇奖学金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什么 学霸中的学霸 是吧 精英中的精英 武连德和林文庆 还是联金关系 他和新加坡的渊源 看底下这个这张照片 他结婚是在 他是马来西亚人 结婚在新加坡举办 那么他留学建桥以后 03年读完了 读完以后他就回马来西亚 他是马来西亚人 行医 那么07年呢 他就因为他受袁世凯的聘用呢 他08年呢就去中国就任 真的很倒霉 刚到中国呢 就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瘟疫 这个1910年的中国东北的爆发的大瘟疫 夺走了 有的报纸说是五万多 有的是六万 那么在群衣无测 林危寿命 全网调查疫区的地理人口社会情况 他用他的专业的知识 他说必须抛尸 必须交通管制 必须隔离 必须火葬 必须消毒 这些东西在当时1910年的清政府 你觉得可以吗 这非常的大逆步道 而且的阻力重重 但是没有办法 一直 这个瘟疫一直消灭不掉 成千上万的人死掉 所以呢 他 我们听到的交通管制隔离了 消毒了这些 什么N95口罩 对不对 这都是2003年SARS以后 还是有烟雾的时候 那边隔壁的烟雾的时候 我们才能 但是1910年的时候 必须用这个方法 才能制止这个瘟疫 这个是当时的 新加坡这个报纸灯的 黑死瘟疫病 他成功的杀 就是扑灭了这个瘟疫以后呢 就是为了举办了一个会议 国际属于会议 就是在哈尔滨举办 这个会议 是他担任主席 在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 11个国家 33位专家 共同完成了 会议的记录 报告书 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报告书带来了 1911年原版的 从仓库调过来了 这个报告书后来成为 国际流行病学的一部经典之作 这一本就是1911年的这个报告书 你说这个会议开了多少天 它开了26天 这本书就是这本 11个国家的代表 出席了会议 他不仅呢 拯救了一个城市 同时呢 他继续创立了中华医学会 并任首任会长 筹办了20多所医院和医学机构 就像现在的北京协和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 都是他创办的 他也协助当时的中国政府 收回海港检疫权 同时因为今天来了很多 中医界的前辈们 专业人士 我提的就是 他最早以英文向国际社会 介绍中国医学的先驱人物 他1932年用英文出版了 《中国医史》 今天我就带来了 三本《中国医史》 这三本《中国医史》 第一次系统的向世界 介绍中国医学 左边这个图是他的长女 吴玉玲 那么这个2010年的时候呢 她将 她的后人将 伍连德的资料 捐给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右边呢 就是也包括了一些照片 伍连德的 她收集的照片 伍连德女士 这个时候呢 她是坐在轮椅上 她已经中风 2010年 像她夫妻一样 无常地捐献了 她的收集的资料 给了国家图书馆 202年后她就去世了 她是新加坡人 她在新加坡做工 当时的报纸 海峡时报有介绍 所以这一段 大家有知道吗 不知道吧 没有听说 中国第一本英文 中国医史 她为什么写这本书 在1915年的时候 她读了美国医史家 她写了一篇 这本书 这本书对中国 医学和医术的记录呢 不到一篇 不到一页 她就 可能不爽了 她就去写信问她 为什么 那个洋人告她 中国并无英文出版的 专书论度 可供研究参考 那么由于中国医学史 英文数据缺乏 她激励了 五年的医生和 王吉明医生呢 撰写中国医学史的决心 两人收集资料 我画了红的 就是1932年 上面呢 是1915年 经过十多年的辛苦 她出了第一本 中国医史 那么中国有一个出版社 一家出版社 叫上海词书出版社 是中国第一家出版专业工具书的 这个出版社 她2009年再版了这本书 就是红色的 这本红色的 她是再版了这本 那么我们看看出版人怎么说 她说 中国第一部用英文 全面阐述中国医学史成就的专注 出版后得到世界医学界的高度关注 至今人为西方学术界 了解中国医学的主要参考著作之一 那么出版的书就找不到了 三六年的 就是伍连德的女儿 已经捐献给我们了 随着岁月的迁移 这本书在一般的图书馆里 已经看不到了 那么2009年 伍连德130岁诞辰 王津明120周年诞辰 决定出版 再版这本书 那么伍连德是一位非常注重积累资料 尊重历史的人 他医生拍了 我看到他的照片 捐给我们的 他记录得很详细 就像我们救赎家里收的照片 那么 那么他的长女 1995年出版了这本书 这本书我今天带了三本来 这本 他出了这本书以后 这本 放在这边 这本书立刻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 他有310幅真实的照片 其中213幅是在 伍连德在中国的照片 他这些照片全部捐给了国家图书馆 那么根据国立大学 中文系主任黄贤强副教授的研究 他是这个研究伍连德的专家 他说 世界上 就是这个地区上 研究伍连德 有两个分水岭 第一个分水岭 就是在1995年 当长女510出版这本书的时候 那么通过大量的图片 照片 大家知道了伍连德这个人 这个照片 我们看右边这个 临时消毒所 那时候的人 称那个房子 要死一家人全死 一死一家人 没有办法 制止不了 后来他们就采取了隔离 那么他 这个口罩 后来我说 我查一下N95 我们新加坡 家里还有这些口罩 那么当时他要求 那些女工 就是临时的检验房 做这个口罩 这个口罩很多人反对 觉得你那个羊的那套没有用 这个白色的 你看我注意到 他有两种口罩 你发现吗 白色的 红框是白色的 然后黄框呢 是黑口罩 是不是 但是他的图片 他的记录是 武士口罩呢 是白色的 我就想那个黑色的 可能专家知道 是不是进口的 那些人 从国外带来的 是不是很像 现在电影明星 明星机场 带的这种一盖 特别像 我发现想起来 是不是 当时我就是因为这个口罩 很多人不相信 就是不戴 所以很多参与抗疫的人 死了10% 你看他当时用的专业的词 兵家防疫仪式病院 就是怀疑他 咳嗽啊 直接在这个防疫面前 咳嗽一直咳嗽 他发现这个口水啊 这个空气传播啊 很多人发现不了这个问题 你看这两辆救护车 当时的 他叫 Ambulance啊 救护车是马车啊 是不是这个人也盖住的 这个很吓人的 这马为什么不用盖 这个是俄罗斯提供的 这个车特别有用火车车厢 他定义这个车厢 第一容易隔离啊 一节节容易打扫 第二通风 你看这个底下都是风啊 他这个 所以这个他说 做临时隔离所特别好 户外 检疫啊 他们都一开始就怀疑老鼠 老鼠抓了很多啊 清政府也跟着抓 后来不是老鼠 然后你看这个人啊 不要看了 OK 到处都是尸体 就是这个尸体啊 你看这个尸体啊 他说一直控制不住疫情 为什么 为什么啊 就是因为他就出去看 结果他就发乱分岗 这个死人的 对的 没有埋啊 太多了 都是死的 就是这些尸体啊 引起的传播 继续传播啊 后来他要求清政府 火葬 你说火葬 不是要吓死人啊 你让政府火葬 那时候哪里可以火葬 只能落土为安 所以他的阻力非常大 中间这个就是 黄贤强副教授 国立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他说第二个分水岭 刚才第一个分水岭 1995年 吴亦林写的那本书 暴露的 暴露出了大量的图片 照片 都是现在在我们国家图书馆 第二个呢 就是分水岭 就是2003年 我们说SARS非典 疫情以后 武连德又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 有电视剧也出来了 好像是明星演的 大家也就知道了 有一些 他当时的抗疫的措施 戴口罩了 隔离了 这个什么杀菌了 他的贡献又开始被人关注 包括传媒界和学术界 还有演艺界 然而研究他的第一手资料 还是显为人知 那么今天呢 我就告诉大家 有很多他的后人 捐给了新加坡国家读书馆 第三个走进历史 我们看一下 今天出席的就是读者呢 我非常感动 大家都是对医药保健 有着浓厚的兴趣 那么讲一下历史呢 我们最好看以前和现在 不同年代 新加坡人的健康杀手 那么我找到的 比较早的是1924年 市政卫生局发表的 每周死亡报告 脚气病 死九人 这是一周的 脏热病 结合病 肺炎 这边有个专家 我是不懂什么叫脏热病 是不是越解 还是打百子那种的 但是我知道 脚气病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香港脚 对不对 专家 它是一种 缺少一种 维他命B的一种东西 大家可以做研究 日本方面就死了很多 那么看 1930年的 死亡的 蓝色的 这个非常有挑战性 我都不知道在哪里讲 照顾一下这边的 脚气病 17人 又是脚气病 不是像刚讲 肺劳 肺劳 悦疾 肺炎 抽筋也是 抽筋可以死亡 吃力 肠炎 大概就是分成几种 肺炎 跟肺劳 一个是传染性的 一个不传染性的 一个32人 一个22人 这个死的是最多的 这一周 死了220人 仔细看一下 也是挺吓人的 OK 上一讲的时候 我说 刚才我说 顺望相似其中的 海峡华人三杰之一 他对新加坡的贡献 他写了中英文的这本书 叫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有中英文 在他的书中他讲过 他开幕后的第二个十年 1829年至1939年 新加坡就有这些药材店 也就是说 当时人生病 不管是狡气病 还是肺炎 当时穷苦的人 还是要去哪里 去 一百多年历史的 同济医院 应该是早期移民 为早期移民 就是十一二正业的地方 那么这又是一个历史的文献 我找到了 这个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 下面一个玩search 就是这个检索系统 你打同差 他就出来了 同济医院的大部分资料 都捐给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管理局 我说管理局 管理局包括什么 包括档案馆三大 档案馆 公共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 很多人还是搞不清楚 一来这个大楼 听讲说 我来的 听的是国家图书馆 那么国家图书馆 现在管理局 是包括档案馆 公共图书馆 和国家图书馆 并列 那么他就同济医院 最早的 同济医院 1926年 医生会考试卷录 我们看看 是不是跟当时的人们的疾病 有关系 右边这个命题医师 有两位 一个是广东籍 一个是福建籍 他那时候叫广东帮和福建帮 那平月呢 他送去了香港 东华医院医师 那么左边这个是试题 你这个也是文周周的 连标点符号都没有 我看了也是很辛苦 我先总结一下 他五道题 五道题 第一个就是问偏头痛 第二个肺炎 第三个月级 你看这个当时的 卫生条件特别不好 很容易有月级 还有福痛 那时候产妇和小儿 死亡率很高的 小儿久谢 那么我把第二问和第五问 打出来 大家可以看大脸 他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我不知道怎么念 他叫 第二问 肺炎症或热血或发热 何者何至何况 为难至 须以合法治理 理治 第五问是什么呢 小儿久谢 治和形状 方为慢痞的症 治法如何 哎呀 这个 当时学医也不容易 这个当时 很多人报名 去考 一百多人 我们看底下 那么名次出来了 这个华人 很喜欢这个 重榜 名次 广东邦 他就写了广东邦 福建邦 他其实广东邦 取两名 福建邦 取两名 可是他 写出十名 为什么十名呢 因为如果你前两名 不愿意来的话 你往下排了 这就是 同济医院的 这个前瞻了 他的领导人 是以广东人为多 但是你看 他收的几行 是主要的两大邦 就是广东人福建 这个报纸怎么说 1938年 同济医院医生考试 这个红字 我来念一下 本坡华英街 同济医院 照例三年 什么 招考医生 分 敏月两省 各证取两名 被取八名 如果证取者 不愿就任 然后就怎么样 每三年 招考一次 这一次 一百五十九名 医生报名 然后 月薪六十八年 我没有这个概念 我只知道他捐了 一次捐十元 一次捐三元 刚才那个无名英雄 他这个月薪六十八元 当时是应该好 还是待遇怎么样 这个专家都在这边 OK 这个又给大家提供一个线索 同济医院 我刚才说了 右边的我们看 中华民博十五年 加上十一 就是现在的1926年 是我们最早收藏的 本地最早收藏的 同济医院的考卷 捐给了国家图书馆 左边这个我已经查到了 是一九 他一九二零年的 广东省 一百零七年 广东省省立图书馆 已经有一百零七年的历史了 他 他有收藏 一九二零年的这个考卷 那么大家如果有信 我问他有没有数码 他们说还没有 有数码的去问问 要不要能给我们分享 分享 大家如果感兴趣 一九二零年的写书的 可以去找他们广东 广东省 中山省立 省立中山图书馆 刚才说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 肺炎肺劳是最多的 一周 五十多人 死亡 那么你看哈 到五十年代 我们看我画了第一个圆圈 五十年代排名前两个 还是肺炎肺劳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全部患成癌症 那么也就是说 一直到现在哈 二零一九年哈 排行榜的第一名的 杀手还是癌症 这个癌症啊 但是因为七十年代 等一会我们看 七十年代 他开始检查糖尿病了 因为很多 你没有查 你不知道你有 七十年代 新加坡首次开始 检查糖尿病了 那么八十年代就上榜了 上了十大 不是明星十大 杀手十大 所以呢 但是六十年代 你注意哈 开始呢 癌症排行榜 在六十年代 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有一个名人效应 就是李光潜 李光潜呢 在香港呢 被诊断 李光潜大家都知道 他去世以后 他仍然呢 他的后人呢 理事基金呢 不断地 就是支柱文化和教育 他不光 大家也说 我们NTUS呢 有李光潜医学院 还是什么 他做慈善 他是名人啊 当中医师工会 请他分享治疗 经过中医界 作为医疗参考时 他欣然答应 他还召开记者会 公开他用的药方 这不得了 公开药方啊 那马上大家都抢着买 他增加了社会对大众的认识 当时刚到 这个是联合早报登的 当时刚到新加坡中医学院 就读中医课程 现任中医师 已经将近半个世纪的 彭荣吉 他说 那李光潜的这个癌症新闻呢 成了街头向文的话题啊 他药方内的中药材 成了药材店的抢手货 他说他的药方有几味药 这些我就不懂了 清热解读还是什么 他说六五年都很少用 后来呢 公开以后 哇都在卖这个 他说李光潜治肝癌药方的效应 带动了新加坡中医药的发展 中医界同仁士气倍增 我们学中医也更加坚定 这就是六十年代开始的癌症 明人效应带动了 推动了 间接地推动了中医药的发展 那么 许英乔很多老一代的都知道 他是著名的 本地非常有名的南洋学家 他也是 他是你看刚才我说 南来作家 南来教师 南来中医师 他是江苏 江苏初老师 我估计 江苏无限人 然后他也是来这边当老师 他晚年的时候 他把精力就专门研究 研究和编辑中医药书籍 并通过手稿来研究他的中医学的心得 这是他的手稿 他手稿通过新加坡 中医联合总会全部捐给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了 然后他说 我估计这些次我瞎猜 前新加坡大学校长拿督 李光潜博士 因患肝癌 遵香港癌症专家之主 然后六五年去上海 在上海正逢全国总流研讨会大会在上海举行 专家云集 有中医会诊 得明医会诊 中医有五位 西医有五位 全部是各地总流医院院长 北京的中山的上海的总流医院院 还其中有一个人很国际权威 在莫斯科伦敦都出去国际会议 那么专家 十位专家会诊出了两个方 第一方 第二方 常常是非常流行 这个是他手稿 刚才说什么 刚才说的六五年 那么上一期呢 我讲过 第一讲的时候 我讲新马中医医学报 出了四期好像 但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只有两期 第一期和第二期 但是呢 就是我讲完以后 这一位他的后人呢 庄雅旧 他的后人呢 捐赠了第四期 第四期因为是 也是帮我们国家图书馆填补了 我们的馆藏空白 那么第四期 正好是1965年12月 他就有两整篇 两篇讲这个李光潜的 这个癌症的事情 李光潜 庄西泉谁知道 庄西泉以前在南洋女州嘛 是不是建校还是什么 他很早就回中国了 负责桥连工作 他牵线下 那李光潜就去中国治病 并且收到了周恩来的接见 因为他是爱国人士 慈善家 周恩来亲切接见他 但是他1965年 肝癌晚期会诊 因为晚期 到了1967年又复发了 从65年 癌症到现在75年 现在75年 首次新加坡进行卫生调查 首次包括糖尿病 这个还蛮先进的 这个是多少年了 都已经开始糖尿病了 包括第一次收集糖尿病资料 OK 然后就发现 这个 这个尿液有不正常的迹象 发现 5%的人 有肾脏失调比例 你看 13000多人 700多人尿液不正常 那么左边 这个图80年代 和右边 卫生部出版的 90年 1090年 前七名排位 80年代到1990年 全部杀手都一样的 癌症第一 心脏病 中风 肺炎 意外 糖尿病 这全部七个都是不变的 看右边 1991年 联合格设定 世界糖尿病日 纪念加拿大 这个 他发现了胰岛素 拯救了上千万人 1991年 联合格 那么左边的 93年 新加坡 就第一次开始 纪念糖尿病日 那么到了94年 这位医生出来了 糖尿病 已经成为 新加坡人的 第六号杀手 那么这位医生 他是糖尿病协会 教育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大医院的内科主任 亚历山大医院 非常有名的 在这边 他提出了 这样一个说法 糖尿病患者的生活方式 决定了病发率 生活方式 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他说 一名带有糖尿病遗传基因的 就是说印度人了 如果生活在印度农村 那农村做什么 日出而坐 日入而漆 一天做 基本上就是 天一亮就干活 干活到天一黑 就回家吃饭睡觉 也没有异乐 就是一直八个小时 至少八个小时在干活 他的病发率只有1% 那个如果他在市镇的工厂 病发率可能6 他如果在孟美 或者新加坡这样大城市 你说新加坡害人吗 他说病发率就要13 开玩笑 这就是说明什么 在大城市 现在的 尤其现在的生活方式 久坐的工作方式 和生活方式 不运动 吃得多 吃得多 动得少 三高啊 不是三高 四高对不对 五高了 加上体重高 所以糖尿病 那个时候 1994年 25年前 他就提出了 是生活方式的 然后95年 这个数字公布了 24万人 糖尿病 95年到2006年 11年 多了5万 30万 糖尿病病患 比率 亚洲最高 再过10年 2016年 45万 涨了15万 变成了什么 底下的 底下的划线 糖尿病是新加坡 第十大杀手 才第十大杀手 他就定义他为 头号敌人 为什么 他恨死他了 这个陈维钦教授 非常有名 他有讲过 心脏中心 国大的 他说 糖尿病 虽然是一种病 但是他会引起很多病 并发症的死亡 心脏病 80%最后都是心脏 这个对他内科医生来说 这个人又有肾病 又有糖尿病 又有冠心病 他最难治 每年造成10亿元的经济负担 所以卫生部在2016年 是全国工作组 全面对抗糖尿病 从三个方面 这三条划线 第一 对那些还没有得病的 他说要健康 最好不要有新的病例 第二条划线呢 就是说 检测检测 体检 看有没有糖尿病前期的 用现在话叫糖尿病前期的 赶紧预防 第三个呢 就是已经得糖尿病了 怎么办啊 不要让他病发症 控制控制 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些 继续的我行我素 这是卫生部第一次 针对单一疾病宣战 因为呢 对抗糖尿病就等于 向多种疾病宣战 那么糖尿病人患呢 现在已经45万了 那就是越急的 有人越 越惊 叫什么 越唯恐天下不乱 这不 就出来了 100万到2050年 100万糖尿病 下政府啊 2017年 国际糖尿病联盟 官网 IDF 全球 排名最高 最新的 2017年版的 第八版 最多糖尿病人是谁啊 中国 反而不是印度 中国 印度 美国 巴西 巴西 这些 很好啊 新加坡人 新加坡没有上去啊 新加坡人口太少了啊 基数太少了 等一下就出来了啊 这就出来了 比率 均持于美国 新加坡 均持于美国 排名第二 谁着急啊 总理着急啊 2017年 国庆群众大会 现在是7月份了 通常8月份 总理就会出来了 讲这个今年的 今年的重点 下个月他就会出来讲 2017年 他讲三大重点 其中第二个重点 就叫 对抗糖尿病 他这么一讲 底下我这么空闲 没有事情做 他就说 怎么那么多国际问题 经济问题 为什么要讲 糖尿病 他说了一句 你就是因为你们 不担心他才担心 为什么 我们继续看 糖尿病多严重 60岁 三人型 必有糖尿病 三人型 必有我事 每年全世界 节肢最厉害的 节肢和肾衰竭最厉害的 不是比例 当我2017年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就才发现 路上真的不少节肢的 平时你就这样的 根本就不知道 蛮严重的 肾衰竭 刚才说80%的糖尿病 变成心脏病 最后心衰了 肾衰竭也是六成 美国肾脏数据系统说 新加坡这个排名全球第一 肾脏基金会 NKF 我们都懂 他说七年前 我国每天新增三名 新增不是三名 新增三名 如今每天新增五名 到了明年又多了 肾衰竭 怎么办呢 2019年上个月 上个月 卫生部 刚刚上载了 最新的 17年的 疾病负担报告 一报告一放 卫生部网站 马上联合早报 投版出来了 新加坡人预期 预期寿命 全球最长 好消息 左边呢 84.79岁 是预期的 但是呢 预期的健康寿命 74.22 一座减法 有10.6年 处于不健康状态 尽管国人更长寿了 但是 与病魔搏斗的岁月 也长了 这样一长 你说怎么办 谁责任大 那么新加坡的出生率 创新低 是吧 每年创新低 你只要看一报告 全部都是不生的 创新低 老了 人口老化 人谁照顾 还不是国家 报告认为 整体而言 新加坡人健康状态 和已开发 发达国家一样 不是传染病 不是肺炎 肺炎 肺结核 心脏中风 癌症 糖尿病 因此必须健康 所以社论 联合早报社论 说健康长寿 才是乐龄 很多人可能不懂 有些别的国家 不知道什么叫乐龄 乐龄就是快乐的 银发足 健康长寿才行 那么对国家来说 医区寿命 与医区健康寿命的 差距拉大 意味着政府在财政开支 医药保健 及老人护理方面 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再过十年 2030年大概 四个人里头 就有一个人65岁了 你看看自己是不是 李总理说受不了了 2019年3月他就说了 他参观这种 比较就是 适合乐龄的这些设施 多建这些 多建那些 适合轮椅的 他就说受不了了 四年来 每年超过90亿元 难为吃了 难持续 需做选择来增加社论 津贴全民也要改变 健康观念 津贴全民 如果你不改变怎么办 他来改变 2021年 过两年 全面禁止反噬脂肪 我查了一下 这个一禁止反噬脂肪 咱们喝的咖啡 什么二合一 三合一 全部都是 可能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这种蛋糕了 奶油了 估计要出国吃了 你说不改变健康方式 政府要糖 也要加税 你看这个反噬脂肪也没了 原来的咖啡 什么可能都不是咖啡味道了 世界卫生组织 最大的组织目标 是在2023年 全球停用反噬脂肪 这个反噬脂肪害人 把你的什么都堵住了 血管 大血管 小血管 这个害死了很多人 心脏病爆发了 世界卫生组织 定的是2023年 新加坡比它早两年 不光 同时世界卫生组织 也倡导开展健康素养教育 健康素养促进工作 什么叫健康素养 就是要获得理解和使用健康信息的能力 信息的能力 来图书馆了解最新的信息 专家 像红丁啊 这个是以前的 前协和医院糖尿病中心主任 他说 多懂一点糖尿病知识 为什么那么多人节肢 为什么多人 新加坡的医疗条件是排名第一是吧 医术啦这些 就是个人的管理 不理的 不管的 不吃药的 然后等到发展的时候 这些高血压 糖尿病都是隐形杀手 什么叫隐形杀手 你都觉得没事的 感觉不到了 等到感觉到了 就从糖尿病前期 变成糖尿病期 变成并发症期 已经不可以逆转了 所以 很多专家 包括WHO 还有这些专家 都要多懂一点知识 提高健康素养 提升自我管理健康的能力 才能够分辨信息的真伪 所以呢 我们来到第二部分 对抗假新闻 应对数码时代 大家说怎么办呢 没关系 马上 神医就出来了 偏方也出来了 你就信吧 社论 对抗假新闻没有终点 李总理说 真假新闻往往无从辨别 右边的 在其他国家 也是在假新闻的时代 要如何 也是探讨 如何寻求真相 新加坡调查 三成国人 无法立刻分辨 本地假新闻 真伪 假新闻从哪里来 左边看一下 从这些 social media 过来 专家怎么说 然后 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政策学院 研究高级官员 高级研究员 他说 什么叫假新闻 假新闻是两种 一种是无益的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无益地传播到一些 还有一个是故意的 为什么故意啊 政治目的 美国大选 很多假新闻出来 或者商业利益 他推销一些东西了 那么辨别假新闻 有很多办法 我选一种 比较简单的办法 因为大家很多是老年人 我们用简单的办法 教你三招 第一就是看这个假新闻 我现在也是这样看 一看谁 自媒体 哎呀 不要怎么太信 你要看 是不是权威的 消息的来源 主流信息 什么叫主流信息 什么叫官方网站 主流信息 在新加坡 比如早报 看电视 958 这些主流的我们的信息 然后呢 网站是什么呢 2017年就是有个谣言 这个是真的 看左边 就是通过那个简讯 就说了 大家小心了 有甲米 塑料制的 塑胶制的 我孩子的朋友 我朋友的孩子 稍微 我朋友的孩子 花影师 NTUC同意退货了 这个是真的 然后呢 联合早报就查 然后呢 官方网站 报纸也登 这种评价 NTUC呢 网站也澄清是假的 所以你要去那个 一旦有什么消息 你去那个网站去查 最简单的方法 那么最近呢 在美国权威 期刊呢 科学进展呢 有一个研究结果 在美国 大家已经笑了 65岁以上的老人 就喜欢转发 估计他可能 比较关注这方面 健康了还是什么 比较有时间 那么这个是 北京电视台的 他说健康养生 那一文章 从是谣言的重灾区 哇天天 你不是需求吗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吗 然后我教你了 可以点 就可以 对抗 就治糖尿病了 一针又怎么样了 全出来了 那么什么原因 使得人们相信假新闻 有很多种原因 我总结了一下 第一个就是老年人以为 媒体都是权威的 这样发表的 都是理所当然真的 第二个呢 就是很多呢 老年人呢 就是缺乏医学常识 不愿接受长期治疗 害怕吸药负作用 然后呢 又想找出 没有负作用的 又能控制 所有都能控制的 病急乱投医啊 财长谣言士气 新加坡也是 这个是NHG Group 国立健保集团的 调查了2500名 新增的 这些人啊 全部都是宁愿 找偏方也不吃药 他接受不了 尤其 他说 尤其男性 最后一句 男性 然后呢 偏好食疗和保健品 糖尿病患者 欲三分之一 不服定期药 我画了一个红线 红线就是说 其实很多的人呢 就是年轻人 约三分之七是年轻人 年轻人 然后呢 比如说 这次发生在新加坡 就是都知道 像天国有好处 可以降血压 降胆固醇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全面地看这个问题 你不管看中医 西医 中西医结合 都要找正规的医师 然后呢 不要偏性偏方 因为他可能有这种功能 但是全面地来说 他可能伤你的肝 这个是 三年来多少起 然后香港明报也登 香港也有这个情况 所以 多懂一点医药知识 提高健康保健 信息素养 来对抗假信息 就是我们今天 最后要讲的 一机在手 获取专业的医学保健知识 学习使用万方 今天是最后一部分 就是大家 有兴趣的 就可以照一下 我快点讲 我们有一个 中国数字化 期刊全文数据库 这个是 中国三大数据库之一 CNKI 这个我们是买的万方的 它的是叫 中国数据库 全文数据库 它包括 我画了红线 包括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 基础科学 其中跟大家有关的是 医药卫生 我看很多人拿手机出来了 然后呢 我画的圈的是 就是说 在医药卫生 这个大框 红框里头 有内科学 医疗保健 中国医学 什么 大学学报 内科学 糖尿病 所以内科学 医疗保健 你说我不是很专业的人士 我就是养生保健 你就 这一部分也包括 中国医学 就是中医 然后呢 到了这边 你看上面的红圈 如果我选 中国医学一点的话 它有102 二个期刊 优秀期刊 你看你们 很多广州中医药大学 学报 中医药 广西的 你们都合作的 这些都有 然后呢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 这些 还有两个是 英文版的 还有往下的 往下的 然后你注意看 比如说我点一个 南京中医药大学的 我画一个大的 红圈 那个是什么符号 大家给我说 PTF 对不对 PTF是什么呢 直接下载 点击下载 你的手机 一机在手 带回家 慢慢读 直接去 Shopping Center 吃完饭 转一圈 图书馆 下载回家 第一个 活血化医的 我就下载了 它是南京中医药大学 学报的 活血化医怎么样 肿瘤的 广西 中医药大学的 左边也有这个符号 都是PTF 下载的 那么 除了我说 哎呀 我看不懂这些 太专业的 我又不是中医师 医药保健 可以吗 也有 医药保健的 你看像 健康天地 大众健康 健康之友 今天都赖了 那个纸质本 都带来了 然后后面都有 那你说 哎呀 我直接要下载 回家看 回家看 大众健康 卫生部 主管健康报 主办的 唯一面向大众的 数百万 忠实读者 这个都是 你看 主要栏目 有专家门诊 专家面对面 吃出健康这些 然后 你看大众健康 这些 又是PTF 直接下载 回家慢慢读 最早的一期 已经到六月份了 看到吗 2019年的 中医健康养生 很多人说 我要上课了 去读一下 中医健康养生 文章都出来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主管 中国中医药报 是主办的 科普的 那么 针对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主办 北京大学 糖尿病中心 和中尿大学 这个国家级的杂志 它分三种 针对患者的 糖尿病天地 糖尿病文灾 还有针对医生的糖尿病 临床最新的 底下 红线的 糖尿病天地 这些都包括 都包括 糖尿病天地 你看 它有PTF的 比如说这篇文章 糖尤 净检测 血糖还不够 这是科普的 那还做什么 还要查一下 经常看医生了 看眼睛了 有没有并发症 糖尿病足了 要不要节肢了 近20年糖尿病 针灸 治疗处方 特点分析 这个 邓铁涛 国医大师教授 治疗心血管病 虽然他不在了 他的学术思想 还通过我们的 期刊杂志 来传播出去 你看上面 最上面的 这个绿框 最上面这个绿框 我画了一个框 就说 哎呀 我不要进去 一个一个点去读 我就检索 search board 就检索 数字啊 最好的数据库 就可以检索 我直接敲进去 可以吧 就那个框 你就直接关键词 检索 我检索药膳 我喜欢吃足足东西 学学药膳 你就敲药膳 药膳很多 药膳原流 药膳常用中药的规律 什么中药质 补气 补血 什么 气虚 什么血虚 什么都有 他给你规律好了 都可以下载 最后 在哪里的 这个数据库 很多人说 我去了图书馆一圈 我不知道怎么找 我看大家已经手机都举出来了 三步 第一 就是说 首先你要到图书馆 任何一间图书馆 你说 哎呀 我在大巴窑做工 大巴窑有图书馆 你要进到那个图书馆里面 OK 图书馆里面 因为我们当时买万方的时候 要求他 必须所有的图书馆 都可以access OK 第二 你不能用你的4G 你变成你的数据库了 不是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的了 用 新加坡最大的免费的政府的无线上网 Wireless SG 它是新加坡 资讯通讯媒体发展局 名字越改越长 RMDA 以前还没有那么多media 政府的 政府的你要相信他 进去 去图书馆里头 这个图书馆也可以 你去7楼8楼9楼 然后B1都可以 然后去图书馆的网站 好吧 去图书馆网站 进了网站以后 你不是 Wireless SG是不是长这个样的 对不对 长这个样的 Wireless SG OK 手机下载 中国数据化 这个步骤 第一 去图书馆 连上Wi-Fi 进图书馆网站 你进了网站 在手机 你就看到的 主菜单 My menu 你这个旁边有几个符号 你轻轻的一按 你就点那个黑框 黑框 一点 按一下 它就出来research 你选research 因为数据库呢 他认为呢 都是research用的 我今天来做research 大家可以照一下 我看 research以后 你找e database 它有e general e什么的 这是太多了 e book e database 你知道有多少个吗 有86个 我怎么每一页 这样少少少 少到我要睡着了 直接用快速的键 跳到最后一个数据库 就是 中国数字化期刊 你就看到了 看到了以后 你就可以检索 你也可以去读 阅读 刚才我们说 去阅读 按每一个期刊 你喜爱的期刊 或者直接在 检索框里检索 最后完了 我留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